大家好 这次呢我还是想接着录那个 我说的要做的三代推特网的那个 当然了就非常的拖拉嘛 从七年然后拖到了九年 现在已经就要过十五了 正月十五了 然后也一直没有录 所以呢 当然看到人也很非常熟 对我来说我就想录一下 然后再一起了就是讲 如何设置这个bootstrap 首先呢就是讲一下什么是bootstrap 因为这个我不想讲的太多嘛 否则的话可能讲两百期还讲不完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前端的框架 就是我们在它是推特公司出品的 然后就是优点当然是很多了 就是当我们在写网站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的浏览器非常多 就是包括windows上或者linux上 还有就是我们手机上 苹果手机啊 包括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也有很多 包括fivefox 还有crome 但那个电脑上也有这几个 包括苹果手机上 还有一个叫safari 这种浏览器就非常多 实际上呢 当我们写了这个网站以后啊 它就会有一些不同 显示的实际上是不同 显示的实际上是不同 包括现在我们用了不是striple 仍然是不同 比如说啊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ubuntu或者是 Fedora这个linux 然后再跟它有windows去比较的话 嗯可能是在渲染上 字体的渲染上也好 还是叫什么就是你缺一些字体嘛 比如说会缺一些字体 所以你总是能看到这个网页就是不同 这个奇奇怪怪的 这个一眼能看上 你说哪里不同吧 好像就是可能就是不同就是了 但是呢 我不是那种完美主义者 大部分我都是说 凑合着用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这种人应该是改变不了世界 嗯不是有一些人说 哎呀我这个是个完美主义者 然后他为了选一个壁纸 可能要看2万张或者20万张图片 然后选一个 像我呢我从来都是用默认的图片 这个壁纸啊我就是用默认的 我也懒得选用windows就用它开机是什么样 我就觉得还都不错呀 手机我也不换 当然缺点也是有就bootstrap呢 肯定优点缺点都有 有优点比起来呢 这些缺点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也有人说哎呀我这个bootstrap 做出来比较丑 因为所有人做出来都是一样嘛 实际上这个属于你功率的问题 但我功率也比较差 就是说你跟美工去协调呀 就是做美术的 有人说你不要叫我美工 你应该叫我做艺术家是吗 很搞笑 就说他可能是千篇一律的 实际上这你写不出好东西来嘛 但这就不能怪框框架嘛 其他的我觉得缺点是有可能不 不去计较这个东西啊 当然我是用这个了 就是说如何把它集成到这个 呃 网站之中 这个做程序员呢 你会知道有很多种方法 包括你用bootstrap呢 你可以用这个cdn啊 就是说我用这个cdn的方式 我也可以直接写在网页里 然后当然用cdn 当然我也可以用各种其他的方式 有好几种 包括你去搜的话 在网上搜啊 也能搜到很多种 当然我用的方法就是用bootstrap 一个小小小连接连接符 好吧 然后ruby件 就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把它集成在这个项目之中 下面呢就是一个演示一下哈 演示一下 好久不做了 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更新了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不行 还是的 继续做哈 我就在登录到这个还是没有删 我就登录到这个地方 就是嗯 那个 打开启动起来先 reuse s 啊就是说server 看起来他还能连行 嗯fifox 就是 好 就是呃我这样呢 我就是说 看看如何把它 叫什么 继承进来吧 再开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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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打开你的搜索引擎啊 就打开搜索引擎看看怎么啊 嗯 然后如 好像是这个样子 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能是最简单的 因为 很多人都正用这个方法 其实有非常简单 就是复制粘贴就好了 然后怎么把它加到 加到什么里 加到这个 这个东西里 然后我就加到这里 然后 这个加上以后呢 还要加上这个 因为这个啊 Bootstrap呢 他还要用一个 JavaScript的库 叫JelQuery 这个也同时加上 加完以后呢 就是还是我以前就很早 之前就讲过了 就是运行一个叫 Bootstrap 他就会到网上去搜 不是去搜啊 去下载 下载以后呢 他就到这个网站上 这个网站呢 但是你如果 说这个网络不太好的话 是有防火墙 有防火墙的话 嗯 他可能就是说 你的有其他方法 包括淘宝啊 还是几个网 还有国内的一些爱好者 他们都把这个同步过来了 但是呢 可能官方我们已经把它给封掉了 这个可能以前我装过 所以他很快就装装上了 装上以后呢 还是要做一下设置 怎么去设置呢 就是这里都有了 就是按照这个 就像是他说一步 我们做一步 他说一步我们做一步 叫好像叫他叫css 然后修改成这个 就是后面呢 他就是css呢 嗯 他的写法可能不太好 然后呢大家就 又把css重新的去 就是叫什么 叫修改了一些 然后我打开他 哦 这个是怎么突然没有了哈 不知道哪里按到哪个键了 我也不知道突然怎么都不出现了 然后呢 不是altime 是code 然后刚才那个文件就是叫做什么呢 其实都是按照这里啊 就是applications css 这里然后都删掉他删掉了就好了 删掉以后呢 想上这一行 复制粘贴 所有的东西都是复制粘贴 然后save save一下 然后呢 啊 这个改了 还有在这里就是applications js里面再修改一些 然后他是怎么修改 把这三行加上吧 就是这个呃 这个就不细讲了 就是如果想想用其他的 你还是可以 比如说Tesla那个东西 就是说我把鼠标放在那个链接上 然后他旁边 哎 突然弹出了 比如说这个链接这里 我放在这个鼠标这里 然后链接旁边弹出来 但你用到哪一个库呢 你就收一下 然后加在这里 这个跟什么有有什么区别 这里其实都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因此呢 我就不去讲 嗯 然后save一下 save一下 可能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把这里需要重启一下 嗯 可以看到 现在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是社会主义好 哎 boss drive 我看看怎么搞的啊 就当我们添加了刚才那一些以后呢 要把这个server重新启动一下 就是control c 然后再重新启动 就不会有什么错误了 这时候呢 我就这样刷新一下 哦 这个这个 时间机已经有点变化了 跟以前的时候 如果有人哎 不小心对着做的话 是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我就再 再写一个 就对上面那个菜单 就是叫什么导航栏 导航栏怎么去做 就搜一下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例子 对 我就到他的官方网站上 因为这个网站上复制单贴就好 这里有这个 叫什么例子是吧 例子 然后 哦 比如说这个好了 这都都可以啊 就哪个都可以 这几个都是说叫导航栏 我把这些复制复制粘贴 就不用写了 我把所有的都复制粘贴一下 copy 然后 就在Ruby 嗯 就上一期我讲 就上一期二十五期的时候 就讲过 你不大可能就是说 哎 你这个每一个网页都是一样嘛 因此呢 还是有一个模板 那个模板应该是在 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实际上 嗯 这个还是要靠 如果有人不小心看到的话 应该去看一下 哎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实际上就是上一期我讲过了 你不可能每一个都写的 每一个导航栏是 都是一样的 你不用每一个都写了 因此在这里 嗯 保存一下 实际上带有新的那一页呢 带有新的一个页面了 他就放在这个地方 应该保存一下就可以运行了 好 可以看到了是吧 就是说 那不导航栏就已经出来了 就我如果有新的页面 比如说 嗯 这个是社会主义好 嗯 社会主义好在哪里呢 我我去找一下啊 嗯 是在这个print这个地方 比如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如果我要再给其他的话 就是这个print.html.erb呢 就一下子插到了这个地方 任何任何的网页都是这个运行机制啊 一下插到了这里 但这个可能有人觉得还是比较麻烦 大家还可以啊 还可以简化 我想这一期呢就不讲了 其实呢这个已经 已经就这个样子了 比如说哎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呢 就好处待遇 就好处待遇 比如说我把它锁小锁小 锁小成手机的一样子 哎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我这个菜单突然没有了 没有之后呢 会怎么样 就是 这里出现了一个像三明治一样的东西 你点一下哎 它弹出来啊 或者是怎么样 实际上我我什么有没有做 我就复制粘贴了一个链接 就这样 好了 这一期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呢就再讲讲其他的事情 应该是接着讲 我怎么去修改一下这些链接 然后插入这些页面什么的 这些链接的链接